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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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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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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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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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心偉真姬 歌手角色 這一個啊 制服 最簡單的 最好準備的 那個時候蠻多人在團拍一二年級啊 然後三年級 這樣子三個年級一起合照 有短袖啊 長袖的冬天夏天的制服 像還有這一個 這個是我第一本寫真書 寫真書裡面的造型 它是九月女僕覺醒 它是打歌服的 像麥克風啊 我沒有 在這道坑裡面 麥克風也是自己做 這套衣服也是買就是做修改 其實這個場景還蠻特別 是在 Motel Motel拍的 然後這個 這也是 這是第二季的打歌服 就是他們的OP 這個場景的話 是在捷運站 通往火車站的那種地下道拍的 在板橋 這地方還蠻少人知道啊 就是不會被打擾 因為路人就會走來走去說 欸今天有人在拍照耶 你就會要害羞一下有沒有 還有這一套 這套最近拍的 這個的話是 也是卡牌的 花系列覺醒 像Maki的這一套是 玫瑰花 然後它裡面是愛麗絲主題的版 就是場景 還蠻漂亮的 背後這些都是酒杯喔 它會冒煙 超酷的 然後還有後面 這一套 這一套的話是聖誕節 覺醒的 它這一套也是自己做 那從頭到腳啊 連鞋套 鞋套沒有 沒有拍到 對 還有這個 這也是今年完成的 這個是 海軍覺醒 它這個從頭到 也是到鞋套也都是自己做 花還蠻多時間準備 因為 它這時候出來的時候 有些細節不是很清楚 需要跟朋友去討論 去設計 就是做一點一致性的感覺 那像我今天身上 穿的這個也是其中一套 然後 配件 像這種 都是我自己手工自己做的 就是 串珠啊 還有 穿繩這樣這些 買材料來做配件 其實這個花也花蠻多時間 因為這個珠珠不好串 它是 不完整的 就是那種 石頭不完整的方式 還蠻難抓的 因為這邊還要調整說 你的鏈子的長短 就是比較能夠 Range比較大 項鍊 手環 身上的配件 一樣樣都是自己一手包辦 你猜得到在 珍積美美外型的背後 同時也擁有一雙 厲害的巧手嗎 那我第三名 第三名是這個 這個 約會大作戰裡面的 石器狂三 這個狂三角色會由來是因為 那時候 然後就是不知道看什麼動畫 然後會先看說 下一季心飯會推薦什麼 所以它是一個小說 那時候已經出了三集 還四集 就已經有狂三的部分 我從第一集開始看 就是小說到後面 狂三封面 它的臨裝 然後內容劇情還蠻喜歡的 然後因為它造型還蠻特別 所以就 這個制服是算第二套 第一套其實是它的臨裝 然後 其實後來就是前前後後有出很多套 好像是這邊 這個是 這一次有寫真書 它是神威臨裝 就是它的臨裝那種改版 還有這個 這個是同仁版的聖誕節 其實我在出角的時候有去經過原本的會師的同意 可不可以出角 所以就是有先同意過後 都取得同意過後再開始做這些衣服 因為廠商其實也不一定會做 然後自己做也比較注重細節 像這個啊 這個也是 它是遊戲裡面的 PSP裡面 約會裡面的約會服 它有一個貓兒 還蠻可愛的 還有這裡 這是我的第一套臨裝 第一套臨裝 然後整套自己做 對 整套自己做 然後還有這個 像這一套的內衣也是自己做的 這個 這個其實是官方的海報 海報它就是照這樣子 就是肉背 然後內衣放在旁邊 就是還蠻難擺的POSE 然後這個 這個是最近就是在我們照片中四位Cosher的粉絲團就是轉載還蠻多的 然後我們因為會說好是因為大家都很喜歡這部作品 對 大家很喜歡這部作品 所以說會比較快出這個造型 因為大家也是手作派比較多 像這狂山的話 我這個現場有就是放我自己手作的成品 像這個 它這個 這套是 這套是五年前中二版本 這個是上衣 原本其實蠻想要分兩件就是襯衫加馬甲 可是它的設定其實有點複雜就變簡單化 就是襯衫跟馬甲合在一起 像這樣子 合在一起然後這邊可以穿脫 像這樣子 我直接扣上的話直接可以拉起來就簡單方式穿脫 然後領結就是現在是固定在上面 別增別好 這樣比較方便的穿脫 然後包含裡面有魚骨 可以讓就是腰線能夠漂亮一點 就是就是你側身的時候那腰線會比較漂亮 像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 頭飾 頭飾 黏了三朵花 跟這個類似 然後手套也是 短的回來之後把它修改 加上段步去扯在一起 接縫的地方就是用蕾絲去固定 這樣子 所以因為它彈性的話你比較好穿 連眼罩也是自己做 因為太臨時了 買不到隔天就要出了 藥局都休息了 自己做一個簡單的鬆緊帶啊 加上這個裡面考課一下就可以 它就不會虛掉 就變成一個遮一個眼睛的 還有這個裙子 像這個裙子啊 它這個是裡面一件外面一件 然後裡面的話用一層一層的 一種 荷葉邊 去把它製作 就真的是自己就是一層一層這樣的車 還蠻累的 耗布料還蠻多 然後再來就是再加兩層的 這種 外層 這件裙子不知道重量有多重 我也沒量過 就是這個用布量很大 因為圓裙的版型的話 需要用 用大概兩碼 就是兩碼的長度去做 寬幅很寬 所以再加上裙撐的話 整套起來 整套起來畫效果還蠻華麗 因為段步它拍起來 會有板工效果 還蠻美的 雪莉露 真機 狂三 在聽過鬼童跟我們分享了 三位角色製裝和手作的心得之後 我相信電視機前 許多同樣是手作派的玩家 一定還覺得意猶未盡吧 其實鬼童除了有縫紉的好手藝 在化妝技巧上也有一套 獨門獨家的真功夫喔 畫其實是靠練習 你其實可以找人教 你找會畫的人教你 就是最主要是你的 怎麼樣把你畫的漂亮 不是把自己畫跟鬼一樣 首先你要先選對角色 跟選對你的妝 你今天如果出制服的角色 你就是需要戴這種 淡妝系列 然後你的睫毛不可以貼太濃密 你可以貼一些比較細疏一點 或更更分明的 然後妝感呈現比較 就是以白色系 然後眼睛睫毛處的地方 畫一點咖啡色 有沒有 這樣的話你的眼睛會有一點 就是會有一點深邃感 然後也不會說你拍照起來 燈光一打下去 你整個就變成是平面 然後鼻影是必須要的 我畫任何一個妝都會有畫一點鼻影 就是你可以先畫好眉毛 再用棉花棒去把它往下推 推你的鼻子便便 然後就是你推太深的話 就變得有點鼻樑就會歪掉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又會出現我這種歌手系列是雪鹿 他這個這套是婚紗版 然後這個妝其實是我出國 就是工作的時候 自己就是看別人畫 覺得蠻特別的自己來練一下 真的有點帶點貓眼的妝感 他這個幾乎是就是你的眼睫 通通都畫咖啡色 就像一條這樣子 刮戲有沒有 歌仔戲 這樣整個咖啡色 其實你更不喜歡剪層 你就畫一個漂亮的弧線就好 那這個的話 比較適合一些像 你的裝備比較重 或比較華麗一點的角色 就是最簡單的畫法 因為這種的話 不需要說推薦層那些東西 那你如果用成角色制服的話 這樣子你可能就會跑錯棚 有沒有 然後像這個啊 這其實是我難繳 他是Free裡面的小組 阿拉伯就是ED版 ED的阿拉伯版 但其實這套其實有點失敗 因為這個是我用女生的妝去戴 就不像男生 就是很媚 所以我平常化的妝其實是這種 就連經典也是啦 今天是化妝 只是咖啡色的臉跟我剩 就這樣 看得到嗎 應該看不到 然後就是你的眼頭一定要打白 就有點倒勾 其實照著你的雙眼皮方式去勾一個圖線上來 然後眼瞼一樣就是靠近睫毛處帶點咖啡色 這樣的話其實它的效果就會有出來 然後你想要再 然後就是加顏色加黑色 讓它推得漂亮一點就好 無論是書畫裝扮 服裝製作 甚至是出版寫真作品 鬼童專業又認真的態度 是不是讓你對角色扮演領域的認識 又更進一步的加深啊 根據鬼童本人的透露 他有計畫出席參與即將到來的 PF童人活動 對Cosplay一樣有愛的各路玩家們 不妨到現場跟鬼童互動交流一番吧 但沒有問題 PF童人活動 對Cosplay 對Cosplay PF童人活動 拍攝 PF童人活動